欢迎继续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明朝败家子》 作者上山大老虎 演播紫金 《明朝败家子》第八百一十八章 黄金时代 刘东家看着王博士 觉得这个人傻头了 却还是慢条思理的说 王氏读屋到现在竟还不知道 这紫禁城里没有了皇上 没有了这么多宦官 没有了这么多靠着宦官吃饭的人 更没有了文武百官 您想想看 这还有人制宅吗 内城为啥叫内城啊 因为这儿靠着紫禁城啊 这儿是与外城隔绝的 真要找地方住 那外城偏一些地方 白两银子就能有间房 可为何内城的地却是寸土寸金呢 王博士 脸色微变 你的意思是 看来你们这些官人 竟是后知后绝呀 消息一传出来 昨日所有的商骨都疯了似的在卖房 有万两的宅员 从前少一个子都不成 现在六千两就敢卖 你可知道 这内城里多少宅子 现在在找买出卖 王博士的脸色 顿时惨然 你的意思是 我买的这房子 八千多两买来的 现在只值五千 五千也卖不出去 刘栋家苦笑说 皇帝不在这了 这就不是内城啊 不是内城 多少人得牵走 实话和你说 大明宫附近 已经开始打起了招板 买楼了 大明宫呢 不是一片皇帝吗 买的是楼花 刘栋家 解释说 就是先交钱 再建房 虽然什么都没建筹 可一样卖 王博士冷笑说 这房子谁买呀 拖着呢 今早放出了三百多个宅员 算了算了 不和你说了 总而言之啊 这内城 又还是中古楼者 这里的宅子 怕是要完了 刘栋家叹了口气 似乎遗憾 抱手说 告辞 告辞了 人便匆匆要走 王不慎 突然说 你莫非在骗我不成 你们这些奸商 最是狡猾 我还不信了 我八千两银子的宅子 会卖不出去 刘栋家意味深长地 看了王不慎一眼 而后 慢悠悠地说 要不这样 我那宅子呢 五千 只要五千两银子 原价一万三千五 我卖你了 现在 咱们就交割 一手交钱 一手交了房契 如何呀 这一下子 王不慎突然 眼前一黑 他突然意识到 这可能是真的 人家一万三千五百两银子的宅子 五千两都敢卖 那自己这宅子 岂不是三千两都不吃了 银子 自己的银子呀 这可是自己卖了祖宗帝的银子 王不慎觉得 头脑昏昏昏的 盲是腐额 一旁的王建业上前 爹 爹 你没事吧 我 我 王不慎咬道 天杀的大明公 天杀的方几番 世上 怎么会有人的黑心致辞 不慎了 我不慎了 爹 刘建业跟着咆哮 走 咱们去大明公那儿 非要逃回一个公道 王不慎 呲牙咧嘴 说 北教 我王不慎 和那方几番拼了 说着 王不慎坐上了轿子 儿子不放心 真怕自己的父亲 做出什么过分的举动来 忙是跟着 这一路 王家父子摸着牙 途径牙行的时候 火人看到牙行外头 张贴无数的榜 都是卖宅子的 起初是商骨们 一看到圣旨的猫腻 立即开始行动 等卖宅子人一多 其他官人们开始坐不住了 不对劲啊 看人家这宅子价格不断暴跌 竟连个翻身的机会都没有 这一下子 总有人恐慌起来 到处都在卖 至于买家 却是连个鬼影都没有 内城的宅子 本是卖一座少一座 最极为稀缺的 可如今呢 竟到了无人问津的地步 王不慎父子 到了大明宫的外头 早已累得是气喘叙叙了 却见那宫外头 却是一个棚子 大棚子外头 挂着一张巨幅的画 这画里是一幅巨大的新城 新城里 街道井然 宅院错落有之 看着这四面的荒帝 王不慎也是服气了 这样他也埋 他还有良心吗 学家那里人头残动 乌鸦鸦的全都是人 王不慎便气羞羞地挤了进去 这乌鸦鸦的人中 有不少都是老熟人 除了一些敏锐的商工 还有不少竟都是王不慎的同僚 难怪这些家伙们 没来参加今天自己瞧见之喜 十之八九 不是被消息吓着了 就是跑这儿来的 方济帆却是一脸短装打扮 头戴着一个藤条编织的安全帽 手里拿着图纸神奇火线 朱后赵兴冲冲跟在一旁 美滋滋的模样 后头当然少不了十几个 空无有力的汉子 毕竟作为大明数一数二的大包工头 人们对于他们往往有一些误解 因而需要格外的加强保护 免得有人做出什么不理智的事情来啊 方济帆神奇火线 手摇指着远方说 见着没有 见着没有 那里就是汉林苑的心志 再过去就是御街 御街两边是户部 是礼部 东南角就是国子剑 大家看好了啊 今日咱们要卖的这通天语丸 就在这里 距离咱们国子剑五百步 占地千亩 得天独厚 沾染天下的文气 若是出入宫进 那也是方便的很 做了轿子 一盏茶就到了 有人嘟弄着 哎呀 五百步有些远啊 方济帆怒道 五百步也远 你当国子剑是你家开店 实话和你说啊 我方济帆若不是讲良心 这宅子我还卖你们 方济帆一发怒 那人便不敢作声了 王博士想冲出去 不过这一路 情绪总算是稳定了 他心里冷笑 且要看看 你玩什么花招 于是也在人群之中 方济帆不客气地 拨开人群 进去说 这通天园所营造的宅院 通通通是咱们皇家的施工队 就是当初建造大明工的 这院墙 还有这庭院 大家会来看看啊 这是顶级奢华一片大柴 里头的树 用的是最珍贵的树种 还有这院墙 那更是不得了啊 一丈高 私密性墙 还有这房子 通通用的是咱们最新的混凝土 勾结 不止如此啊 地上通通是瓷砖 各位 平时人们用瓷片来做餐具 或是用装饰 可是在咱们这儿 就是踩在脚下的 为啥 就两个字 尊贵 王博士脑海里 想到了自己入大明工时候的场景 居然觉得很美好啊 不会臭不要脸的东西 老夫会上你的当 方启帆又说 除此之外 所有主人房 用落地窗 不落地可不成 不落地 咱们西山建业 就是没有良心 而我方启帆 不但有良心 最重要的是 我方启帆 还有情怀 这银子 在哪儿正不实证 可我为啥 偏偏要和这土木打交道 是因为诸公啊 诸公若能在家里 舒舒服服去当职 咱们打明 不就可以繁荣长盛了吗 好了 不说这些没用的 咱们继续 这宅子里 还得集中供暖 人进了屋子 要暖和 得舒服 这暖气 想来有不少人 已见识过了吧 那就不多说了啊 这些都不算什么 出门在外呢 还得行 这通天园门前 便是连通遇到的 利青路 利青路啊 大明宫里 才有的利青路 不但平滑 还结实 出门在外 不怕嗑着碰着 这笔直的道路 就扑到你家门前 门口 还有两尊石狮子 用的是大理石雕刻的 醒来的 乃是江浙的石匠 众人听着 窃窃私语 似乎 有一点点心动了 王博士 只听耳边有人说 这暖气都有意思 还有那地上的瓷片 嘘 小声点 别让这小子知道 咱们有意思 这小子待会儿 坐地起降 就糟了 王博士 听得入神 早知如此 自己为啥买那旧宅呀 现在信息听来 竟觉得旧宅 一无是处啊 你们以为 这就没了 方济帆冷笑说 你们错了 我方济帆这个人 有的最是同理之心 你们想想看 你们若是病了 咋办呢 请大夫啊 请哪里的大夫啊 方济帆笑音音地看着 这回答问题的人 这人实处 方济帆说 现在我大声宣布 在通天园 西山医学院将在此设立分院 每日都有医学生随时坐着 这医院将距离你们数步之遥 若有一个什么头昏脑热的 几步路就可救医了 呀 许多人惊讶起来 西山医学院 现在名声可是极大的 早就盖过了御医院的风头 当真 方济帆怒骂 我方济帆 诚实做人 什么叫做当真 我说了开分院 便开分院 王博士心中咯噔了一下 见方济帆向前走了一步 乌鸦鸦的人流 便也随着方济帆向前走 王博士随着人流 跟着过去 方济帆大叫道 不止如此 西山书院也将在这里 开胜蒙学 啥 一下子 所有人炸了呀 西山书院呢 那个科举 调打天下读书人的地方 这可是天底下 最顶级的书院 虽然有不少人 对于西山的新学富费 可是其教授人 考功名的本事 却绝没有人怀疑的 王博士忍不住大声说道 意思是我孙儿 将来也能在西山书院 蒙学院里读书吗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明朝败家子 作者上山打老虎 演播此经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